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跟进这个Toggrove 我现在呢 人在国外 所以呢 就不会有中文字幕 也不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讲解 昨天呢 我就分析了这个Toggrove 它应该会在这个筹码缝这边 就守住 这样今天呢 Toggrove呢 继续往下掉 3点多巴仙 它现在的收盘价 刚刚好就是在这个 托马峰支撑线 这条支撑线大概是0.8 0.5 而它的收盘价呢 是0.815 它整体呢 最低呢 就去到0.8亿 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个 支撑线了 嗯 这样当然 它会不会在这边顶住 然后弹上去呢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我们只有等到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才可以确认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这条线 如果它真的是在这边守住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这样子来的 看到吗 是一个背形的背饼形态 它在这边突破 上去回来 现在呢 它就要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支撑线这边 看一下可以守住没有 如果它在这边又弹上去 就是一个典型的 有效的支撑 这个就是有效支撑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所以我们要等的 这样我们要等什么呢 就是等它 看它 会不会在这边 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这个就是我们要等的地方 出现青色蜡烛 马路讯号 因为这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形态 confirmation 嗯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呢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当它股价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也是根据下跌 这是一个好现象来的 这是正常的 就是说它下跌的这个力度呢 是越来越慢 就好像我昨天说的 它的momentum越来越慢 很大机会呢 就会这边在这边呢 就守住 嗯 当然我们要confirmation 我们要确认 一定要出现青色蜡烛 如果跌破 跌破的话 暂时就忘记它吧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